觀眾朋友 你好 歡迎收看今天節目 我是朱祺琳 膽信聰 昨天8月1號是中共解放軍建軍83週年 在前天 中國的國防部發言人 正式發表了一番談話 對臺灣來講 真的是不知道該怎麼解讀 他講說 雖然現在 中共對臺灣有很多很多瞄準 臺灣的飛彈 可是兩岸現在可以開始來談 如何去撤除這些對臺部署的這些飛彈 但是大前提是 臺灣你要承認一個中國的這個大原則 對臺灣來解讀 有人認為說 這是中共解放軍有史以來 第一次釋放出這樣的一個善意 因為之前解放軍的態度 都非常非常的強硬 他說如果要和平統一臺灣的話 武力是最重要的這個對話基礎 因此絕對不可以所謂的釋放出這樣子一個飛彈撤除 可是在前天 中國的國防部正式講說 如果臺灣承認一宗原則 那麼就可以去談撤除飛彈 解放軍真的是在大發佛心嗎 另外一點臺灣在解讀說 這根本是了無心意 因為對臺灣絕大部分的民意來講 要承認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 就等於說臺灣向中國投降 因此包括行政院長吳敦一也講說 一個中國原則 臺灣是不可能承認 到底我們該如何解讀 解放軍在這個時間點上 為什麼要刻意釋放出這樣的一個訊息 另外大家在談到說 ECFA兩岸簽訂所謂的經濟架構協議之後 下一步究竟兩岸該怎麼走 是不是兩岸在軍事上的對話 甚至所謂的建立軍事的互信機制 可以開始來談判 乃至於說在軍事合作互信之後呢 有沒有可能政治對話 可以進一步來談 今天有話好說好好來談一下 究竟兩岸在經濟的發展之後呢 軍事上政治上該如何走出 下一步來介紹今天的四位特別來賓 首先我們歡迎是淡江大學 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的所長 翁明賢 翁老師你好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淡大美研所 對解放軍也深入了解的 陳一新 陳老師 大家好 我們再歡迎是亞太防務雜誌的總編輯 鄭紀文 紀文兄 大家好 臺灣智庫的執行委員賴宇宙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們先趕快看一下 究竟中國的這個國防部發言人 他是怎麼講的 所謂的撤彈說 老共可以撤除對臺灣的 這一千多枚飛彈 這個前提叫做一中原則 臺灣究竟有沒有可能接受 如果臺灣不可能接受 所謂的一中原則 那有為什麼解放軍 在這個時間點上要釋放出 這樣子一個訊息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的功能意義又在哪裡 我們來看看 兩岸簽署FR後 中國軍方邀集中外媒體參觀 北京軍區的國際救援隊 中華國防部新任發言人宣誓 只要是在一中原則下就可以討論建立兩岸軍事互信機制 以及撤除沿海飛彈的可能性 導彈的問題兩岸這個軍事部署的問題 我們將來可以再探討建立這個兩岸軍事安全互信機制的時候加以討論 還有媒體報導 我國安和軍方單位在六月就已經秘密規劃 和中華建立軍事互信機制 除了要求對岸撤除對臺導彈外 還要求撤離對臺作戰的指管通勤系統 戰機艦艇裝備以及撤除武器清單 不過公安部否認了這項訊息 而府院更定調對岸的談話純屬政治意義 我方不會接受一中原則 呼籲對岸回到九二共識的基礎對話 他說那個我們是無法去動議的東西 不要互相珍惜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 我們能夠發展這樣一個關係 應該珍惜 學者認為兩岸簽署F法後 經濟上已經有初步連結 對岸當然希望在政治上進入對話 大陸是說撤飛彈的問題 是兩岸建立軍事互信機制的一環 兩岸同意的是先經後正 那麼如果這個議題不提上來的話 大陸方面可能會有一部分人懷疑 就是說我們是先經不正 學者認為中國釋放的訊息 必須審慎處理 但在台灣內部意見沒有整合前 不必迎合中國提前談軍事互信的節奏來走 老共常常講說我們是因為是兄弟之邦 我們是兄弟所以在經濟上可以讓利 可是對台灣來講哪裡有那種兄弟 是一天到晚拿著一把刀架在我們脖子上 然後說我們是兄弟 我們來看看究竟中共對台灣瞄準的飛彈 整個成長的情形 在98年的時候美國發表了一份叫做美國飛彈研究報告 他講說中共現在有30枚到50枚的飛彈瞄準著台灣 這是在98年的時候 99年的時候國防部長那個時候是唐飛 他跟立委講說現在有一百二十枚的飛彈瞄準著台灣 然後在2000年政黨輪替從國民黨執政變成民進黨執政 這個飛彈的數量再快速的增加到2004年的時候 那時候前總統陳水扁先生他講說中國有610枚飛彈瞄準台灣 到06年的時候國防部記者會講說有784枚 2007年變成988枚到2009年 2010年之後呢2008年政黨再次輪替 這個時候變成是國民黨執政 可是中國對台灣的飛彈數量不減反征 從2009年的1300枚一直到在今年7月的時候 台灣國防部發表了一份所謂的中共攻台的兵力報告 他預估到今年年底老共會有1960枚的飛彈 真正瞄準著台灣 可是在這個時候為什麼在7月30號 也就是兩天前中國的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耿彥神 他講說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 這個是特別要強調在一個中國原則下 商討要正式結束兩岸的敵對狀態 達成和平協定 要來構建兩岸的和平發展的框架 要探討建立軍事安全互信機制 就是先易後難簡單的先做 難的慢慢來做 循序漸進 大陸要撤除導彈困難不當 主要是在一個中國的這個原則 因此如果台灣承認一個中國的前提呢 包括撤除這些導彈 還有撤除軍事部署 強調的是除了飛彈之外 整個軍事部署呢 都可以在軍事互信機制下來好好討論 所以要撤除對台灣的武力威脅 賴老師我先請教你 到底在這個節骨眼上 中共的解放軍似乎是首度釋放出這樣的善意 因為他之前態度都很硬很硬 可是為什麼在這個節骨眼 他說撤飛彈可以彈 你只要承認一個中國 你怎麼解讀 實際上我們都知道中國他的一個 他的基本他的一個策略就是說 經濟之後就叫政治 也因此當他們在提到 往政治這個地方走的時候 他在2008年年底那時候提到呢 關於台灣這邊所謂的軍事互信機制 他又認為說 這個軍事互信機制必須在政治和平 其實兩個要齊步並進的 所以說對他們的這整個策略來看 我們如果回顧到他們那個時候的策略 可以看得出來就是說 這個軍事互信基本上是配合 他政治的這個步驟在往前走的 那麼在這裡面我們就會發現到 很有趣的問題就是說 軍事上面他固然提到這是要一中原則 但他本來就是認為說 這雙方間政治基礎就是要一中原則之下 才有辦法進行他其他的經濟上面的合作 那另外一點 好我們當他提到這個 一中原則的這個時候 如果說我們從這個地方來看 在之前除了這個國防部提 就是中國國防部提到這個 撤飛彈的這個議題之前的時候 他在海外出現什麼樣的訊息 台灣法 好有一個台灣法的訊息出來了 是就是說有兩個其中有一個參與 像基本法草案嚴理的這個學者 他提在海外的時候 他提到這個台灣法這個問題 那他們嚴理這樣一個東西 基本上如果從這邊來講可以了解到說 他已經開始在內部的作業裡面 開始把政治的這個議程開始慢慢提上來 然後回過頭來我們再看的時候就會發現說 大家提到有一方面有台灣法政治這個部分 然後對台灣開始對公開在國際上面宣示到說 我願意在這裡面我進行飛彈的撤除 當然前提是要在一中原則之下 可是他後面的那個基本的要求就是 讓馬政府知道說 你想要跟我求同存異 胡錦濤那時候回說要求同化異 那現在要化異了 然後我們要排除政治 那個就造成的政治條件 所以說在這裡面 我已經既然你認為說要撤除飛彈 我們才進行政治協議談判的話 我現在都已經把這訊息放出來 看你這邊要怎麼處理 同時還提到說一中原則作為前提 換句話用這個地方回數再來測試 馬英九總統你在去年10月18號 接任國民黨 重任國民黨黨主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在那個講到提到說 是以一中原則為前提的一中各表 那麼這個一中原則還在不在 陳老師你認為國防部 中國國防部這樣的談話呢 是像剛賴老師講的 可能是請軍入澳 你經濟上我給你好處了 現在軍事上開始你要談 我不是求同純意 我是要求同化意 讓你台灣這個力量 要慢慢的化解掉 或者是真的是在釋放出 某一種善意 以目前的氣氛 其實北京非常清楚 現在不是談這個軍事 或者政治話題的 或者談判的一個時機 條件也不成熟 那麼什麼叫做時機呢 這個五都選舉 或者2012年總統選舉前時機都不對 因為馬英九總統 確定不可能去談這個問題 談這個問題對他不利嘛 會造成很多政治上的這個困擾 政治上的這個這個爭議 那對他選舉一定會造成 更假如選舉已經有點不利的話 那這個會更不利 尤其是五都選舉 所以說不可能談 五都選舉之後呢 也有2012選舉也不會談 中間還有立委選舉 立委 五都假如不是一個全國性的選 那個國家層次的選舉 立委決定是 那總統選舉更是 所以時機並不對 條件呢 條件現在兩岸 還沒有談到這麼多問題 馬英九今年的5月20號 兩週年就職紀念的時候 也已經講過 現在談這個軍事 或者政治議題呢 為時尚早 太早了 你根本很多條件呢 都不成熟 世界不成熟 怎麼能夠隨便談呢 談的話不是至少麻煩嗎 北京也有這種諒解 他也了解 之前他確實想推動一些 政治對話啦 或者談談這個 所以就找了很多學者 去年兩岸一甲子會議 還特別大 簡易是大多很多 大軍壓盡的感覺 給了很多說 大陸外交官 大陸學者都來了 來談 怎樣推動 這個一中原則 當然在台灣被擋住了 是 那麼所以他現在 他這個就提呢 我覺得一方面 是向美國表態 表示說 我現在是要談和平議題 我並不是像你們所說的 要到南海 這個畫主權 畫這個 這個核心利益 另外一方面呢 他是先放個畫出來 給台灣可以有一個空 讓台灣民眾了解 這可能是未來要談的議題 他並沒有 直接現在就想談 所以他是未來要談的議題 所以先設定好一個 題目呢 給台灣民眾熟悉 EKFA已經談完了嘛 當然EKFA 將來還有後續的問題要解決 但是呢 未來兩岸可能會面對這些問題 包括政治談判 是 所以他都會提出 慢慢都會出台 那麼當然在美國那個 這個我相信 並不是一定要說 我們來談什麼台灣法 台灣法 台灣怎麼可能接受嘛 當然 就連這邊一中 雖然有點點善意 車飛彈有點善意 但是你談到一中 台灣就不會把它當到善意 沒錯 所以說他這個只是 一個談判的一個姿態 先把它提高一下 到時候呢 兩岸真的要談的時候呢 那比如說五都選舉後 2012年這個選 總統大選後 那麼 那是兩番再來慢慢 再來討價還價 大家討價還價 互相來組合一下 才能夠得到一個 大家都能接受的條件 而且但是台灣的共識 顯然更難形成 大陸沒有這種問題 大陸最多有網民批評反對 但是不太可能影響 他們的中央政府的一個決策 所以我們這邊就有這個問題 所以說現在還早 我認為這只是先放個話 先拋出個政治氣球 讓台灣民眾熟悉這個議題 慢慢來 紀委你怎麼看 你跑軍事那麼久了 就是說 有時候 包括胡錦濤 包括溫家寶 或是國台辦呢 他的確在政治上 或經濟上會對台灣 講出一些比較好聽的話 可是解放軍 從來沒講過什麼好話 是 他態度就是 永遠是那麼硬 可是為什麼 在7月30號兩天前 他要講說 可以撤飛彈了 但是你要承認一中 然後他又 接下來又講說 有所謂的軍事安全 互信機制 大家可以慢慢來談了 你怎麼理解這個訊息 其實這個撤飛彈之說 當然是首次解放軍 釋出這樣的訊號 可是我們更要注意 他所提的這個彈書 包括軍事互信機制 還有這個承認一中 其實他是跌跌駕污的 這個 我們知道這個 很多這個 前面講的前提 對於兩邊現在的狀況來講 其實是 根本是這個 這個虛的議題 他也知道台灣方面 不可能近期 跟他去談這個政治議題 所以 其實說的也是白說 那我個人 查另外一個解讀 就是 最近的這個外在環境 其實對於解放軍在軍事上 是有點不利的 我們可以從東北亞 這個天安建事件以後 其實 大陸和這個美國 日韓等等 其實 關係是不太好 特別是他舉行一些 針對性的反制演習 針對美韓軍演 那另外 他也多次談到 包括東海 南海 都是他核心利益所在 可是南海這個地方 從 日前的一個 新加坡的一個 多國的這個 安全會議可以發現 其實很多國家 對於所謂這個 在南海地區 大陸方面所展現的姿態 是不滿意的 他們認為像這個 很多這個 也希望美國進入來調解 那讓大陸方面 承受很大的壓力 我想 他 這個 這個外在環境 其實在軍事上 和政治上 對他不利的環境下 在這個台灣問題上 釋出某種善意 讓大家這個 了解到 這個解放軍 他還是有這個 在軍事上 他還是有柔軟的一面 我覺得這個姿態 我是朝這方面去解釋 可是紀委我要請教你 很多民眾會質疑 就是說 好啊你說今天撤飛彈 你撤了之後 明天再擺出來不就好 我就說台灣人 會不會被騙 他也許說 好我今天 一千多枚飛彈全撤了 然後呢 你台灣也許表現 不是那麼聽話的時候 他明天一千多枚 再全部擺出來 他也許就這樣子 什麼叫做撤飛彈 在軍事上 撤飛彈的意義 究竟是什麼 當然這撤飛彈 很多人是認為 他是機動式的 裝在卡車上面 可以快速調動 可是其實 就軍事專業來講 我們當然是可以 這個破解 這方面的迷思 我們知道 解放軍部署 在對這個海峽當面的這個 大概有七到八個導彈 包括這個彈道飛彈 還有巡衣飛彈 那我們他 如果說 允諾要撤飛彈 我們當然不是 只是發射器後撤 他最重要就是 這幾個導彈裡的 指揮管制的機構 必須要撤到 海峽當面以外的軍區 那你撤到湖南 撤到安徽 這是更內陸的地方 另外 他相關的陣地 彈藥庫等等 我們必須有一個很嚴謹的查核機制 而且 部分的設施 是不是要給他封閉 廢除 移除 我想這些其實透過一些 監督的這個手段和機制 還有相互定期的 或不定期的查核 都可以看出 他到底是偵撤飛彈 還是假撤飛彈 如果說 哪一天兩岸關係又緊張 如果說他飛彈又往海峽當面 前移的話 事實上 如果這些設施 包括彈庫啊 導彈陣地等等 都被移除的狀況下 他要恢復 可能至少半年一年 甚至更久的時間 其實這也就達成了 他所謂撤飛彈 對我們台灣所帶來一個好處 所以撤飛彈不是說 飛彈轉個向或是什麼 他是整個基地 可能要有很大的改變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中國對台灣 飛彈基地主要幾個 包括在漳州 先游 永安 樂平這些地方 如果用東風11型的話 在先游漳州這邊 就可以直接打台灣 他射程大概是300公里 英吉22型 他射程是400公里 在永安這個地方 可以直接打台灣 在樂平這個部分 他東風15型 射程600公里 隨隨便便就可以打得到台灣 我的意思說 這邊就算撤了 他中長城 想打就打 我們再來看看 他整個全國 中國全國的中長城飛彈部署 幾乎全部都有 那我就想問 好 你就算這邊撤掉 江西樂平啊 這附近都撤掉之後 他在中西部 他還是可以用中長城來打台灣 究竟這個撤除飛彈基地 或是撤除飛彈 對台灣在軍事上的安全 真的有那麼大的保障嗎 這當然還是有它的一定的必要性 陳述我們都知道 解放軍二炮的這個武器庫裡面 它有所謂的長城 中城 短城 還有這戰術導彈 其實台灣當面所面對最多的就是 這短城的戰術導彈 還有一些現在增加更快速的巡弋飛彈 其實我覺得巡弋飛彈 未來才是大家必須要更正式的一個重點 這種飛彈它打的精準度高 而且它價格相對便宜 它運用起來彈性更高 它可以沿著彈水盒這樣飛飛飛 然後來打中東斧 所以之前有人說 是不是要彈水盒架很多氣球啊 阻塞物之類的 其實就是針對這種武器 那其實這個我們必須務實來講 當然就是這些短程飛彈撤除以後 其實它還是有很多中程飛彈可以對準台灣 而且攻擊台灣 不過我們都知道 這些中程長程的飛彈 其實它更重要的使命是 是針對像周邊的像日本 印度 還有美國 甚至俄羅斯等等 一些潛在的強敵 它這些這個飛彈 用於對付台灣 其實對它來講 其實是一種浪費 那它主要還是靠這些 戰術型的飛彈對準台灣 所以換句話說 老共如果真的撤除短程的這些飛彈 對台灣的軍事上來講 的確是可以消除彼此的敵意 的確 不過有一個很大的後遺症 可能很多人都忽視掉 如果說這個老共的這個政策夠彈性的話 其實它如果撤飛彈 其實短時間內台灣就要面臨很重大的壓力 譬如民眾會質疑 台灣花那麼多錢買的反飛彈系統 是 愛國者還要不要買 未來還是不是要花更多的軍費 買F-16 各種先進武器 搞不好球又回到台灣來 對 可能對台灣可能 帶來這些矛盾或雜音 就慢慢慢慢會浮現出來 那老師你怎麼看 到底那意義在哪 這邊要注意一點就是說 老共他在面對台灣當面的那短程飛彈 有很多現在實際上 面臨到什麼時候 要換裝了 飛彈它的技術 他的生命到了一定程度了 現在換裝掉了 所以說 他藉著換裝 然後說我是在撤飛彈這樣子 對他把它換掉 那如果說按照剛才這個政總編輯 他的一個邏輯 實際上反而可以更說明到一點 他把它換裝掉 把那當面短程飛彈換掉 換在後面射程比較遠的 長程的這樣一個巡弋飛彈 而且巡弋飛彈 他可以不僅是對付台灣 這個飛彈他看他瞄哪邊 他瞄日本 他瞄其他地方都有用 反而是一彈他有多用 那另外一點 剛才政總編輯也提到 那他的確會 不僅是對台灣所謂的 是不是要買反飛彈 要造成壓力 甚至他對美國 要軍售台灣這樣一個邏輯 他也會形成某種程度的壓力 所以在這個東西 這個部分 絕對不是說 這是一個很單純的 就是說 這只是放一個姿態 大家來協商 這不是這個樣子 那後面 他的這個策略的圖謀 這是很清楚 那像說 剛才我們講到說 老共現在和美國 他們之間 包括在東海 在南海之間有非常多的衝突 很多利益上面衝突 相對來講 台灣這邊這一塊 如果說他在這個地方和美國 有非常高度衝突 不容易得到好處的話 在台灣這個地方的 這樣的一個offensive 對台灣這邊施加壓力 對美國這邊也施加壓力 那反而是他比較容易 能夠容易突破的一塊 所以從這個地方來看 他的邏輯反而會變成怎麼樣 不一定是說 這只是一個放個姿態而已 他後面的這個 一系列的這個其他的步驟 我們就要非常注意了 汪老師你怎麼看 我們知道說 共產黨它是黨指揮槍 就是黨決定一切 換句話說槍 也就是國防部解放軍 在釋放這個訊息之後呢 也許他反映的是 整個老共的一個思維 我們真的可以這樣解讀 是說他的確在釋放出 某種的善意 是解放軍對台的整個戰略 有一個很大的一個調整 他認為說 之前的文攻武嚇 似乎對於遏止台灣 跟中國的和平統一的 這一條路沒有什麼幫助 所以他改變了一個戰略 他不再用武嚇的方式 真的可以這樣解讀嗎 我覺得中國國防部發言 這樣一個看法 導彈可以 測試可以討論這個議題 事實上他是釋放出來一個訊息 那質疑是不是善意的 還要看後續兩邊的一個互動來看 因為如果我們回到2008年的 12月31號 那胡錦濤提出胡六點 事實上胡六點當中 已經提到非常清楚 兩岸四次可以 就軍事問題來談判 建立互信機制 然後還有關於所謂的 這個FR的問題 還有關於和平協議的問題 那換言之從2008年的 12月31號開始 那中共已經立定 從2009年開始 到20012年 這三年 那麼如果他能夠 在這三年之內 把這三個協議 我們剛剛所提到的 兩岸的經濟合作家庫協議 是 軍事互信機制 跟和平協議簽訂的話 那對他 2012年之後的整個 中共對台的戰略佈局 是會有幫助的 因為2012 不管誰當選 那麼他只要這個戰略佈局 確定之後 那麼誰當選都一樣 那我正要講的目的是強調說 這個是中共對台戰略的 一個持續的一環 是 因為他提到說 撤除飛彈可以當作一個 軍事議題的討論項目之一 那換言之撤除飛彈只是其中之一 是 那並不是全部 是 因為我們瞭解到說 中共對台飛彈的部署 那麼到底有1960 還是美國國防部所報告的 一千多枚 事實上中共從來都沒有承認 也沒有否認 那換言之 如果我們今天討論到的是 短程彈道飛彈 M字彈道飛彈的話 那大概可能有一千多枚以上 那麼這個對台灣當然有威脅 但是 如同剛剛幾位所談的 飛彈撤除 那麼重要不是在於說這個 有沒有撤 而是說這個查證問題 是 那麼未來 那麼解放軍會讓台灣過去查證嗎 那麼解放軍如果不讓台灣過去查證的話 那他會接受國際第三方 比如說美國日本來查證 我的意思是說 光這個撤除飛彈 就涉及到很多很複雜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 撤除飛彈這是一個議題沒錯 但是它不是一個主要議題 主要的意思是 要把兩岸 邁入一個所謂的政治協議談判的時代 那這樣才能夠讓整個F的效應 持續發酵 因為我們了解到說 6月29號兩岸簽所謂的F 一個月之後 中國就談軍事戶型機制的談判 換言之 他這個節奏 事實上是非常緊 扣得非常緊 那麼我覺得他也了解到說 年底兩岸有五度選舉 明年有立委選舉 後年有總統選舉 但是如果能夠把這個態勢確定之後 那麼事實上未來任何政黨 就算民進黨贏 也沒有辦法 對老共也沒錯 因為他一直強調 在一個中國原則底下 剛剛陳老師提 這一個中國原則 跟我們現在所強調的一中 九二個表是不一樣的 但是這一個中國原則 事實上是跟你講 在一中底下 什麼都可以談 不過翁老師我要請教一下 所以你認為 老共現在的一個大戰略 就是說 ECFA簽了第一步 已經完成了 第二步馬上要做的 就是軍事戶型機制 第三步就要做和平協議 如果在2012之前 這三步都走完的話 那就是最符合 中共的最大戰略意義 陳老師你能認同嗎 我想這個時間表的問題 這個江澤民時期 就曾經傳出來過 說統一時間表 現在也傳出這個老共 2012年一定要有什麼樣做 當然這是他老共的這個 可遇的一種想法 假如能夠做到2012年選完之後 不管是國民黨選完 或者是民進黨勝 這都可以達到一個 能夠推展這樣的一個 甚至在胡錦濤呢 2013年 卸除中央軍委主席之前 都可以算是他的攻擊 歷史性的一個任務完成 但是我也聽說過 就是說老共也沒有說 一定要把這個時間 擺在2012、2013 而是擺在2015年 假如說國民黨 連任他要知道 你8點時間才能更穩定 在這個時候簽下去會更有效 沒錯 那麼假如說民進黨上當選 當然可能要重新再佈局了 是 民進黨可能 也許會轉得過來 但也許這個邏輯 是不是能夠把它轉得過來 去接受老共的這種 軍事互信的一個談判 那可能是 我想是至少在北京那邊 是值得懷疑的 不過中共呢 一個國防部的發言人 一定是反映國防部的立場 也反映中央軍委的立場 中央軍委主席就是胡錦濤 中共中央軍委 那麼這時候的立場是什麼呢 就是過去蠻久 他是把這個撤彈 當作一個條件 是 就是你撤彈之後我們才能談 現在他整個一個翻翻盤了 就是說這個只是一個 軍事互信機制談判裡面的一部分 是個議題或者是一個 最後談出一個什麼結果來 我們不知道 但總是他是重新歸零 你台灣等於把這個當條件 他等於不承認 那麼現在我提出一個新的看法 就是說我們要在一中原則下 當然一中原則下 我也認為是可以談的 否則台灣不會接受 那麼談的話呢 那麼這個飛彈的問題呢 就變成一個這個 是一個這個議題的一部分 軍事互信議題的一部分 那麼這個時候呢 就很重要了 因為現在我也同意 剛才勞工有一些飛彈 需要去延售或者是改進 換裝 換裝或者是現在海溪地區 有很多地方是已經有部飛彈 這都要撤走 海溪地區是向經濟發展的去 沒錯 不可能在那邊擺益在那邊飛彈 這可能對老公自己 也是很麻煩的事情 所以就這樣來看呢 他這個我覺得他這個 這個做法呢 就是他可以趁機 同時推出很多任務 他為什麼不在去年提 不在這個 前後立刻提 偏偏又在一方面 解決他的國際的一個困境 現在就讓他比較緩和 有一個比較和平的一種議題 來談來吸引國際的注意力 那麼同時呢 那麼另外一方面 把很多議題又 原來的這個台灣設定的條件 又歸零 那麼因為蠻有要繼續提這個 一定要你先測難 測到什麼程度 是不是全部測完我們再談 那不是 那老公也覺得你在台灣 有點開玩笑 但是假設測一部分 台灣也不會信任 所以如果把這個問題歸零解決 變成一個議題部分 這個也是老公的一個目的 不過翁老師我現在 最大的疑問就是說 我們也許可以理解 老公的戰略其實是很清楚 他們一直都有非常清楚 而且一步一步走得非常精確 那台灣的問題就是說 台灣的內部公司很難形成 所以我們要有一個大戰略 或者是依照這個戰略 來去施行我們的戰術 不容易 現在問題是說 如果老公現在在ECFA之後 想談的是軍事互信機制 不一定在2012年想 可能反正總之他就想談 接下來是和平協議 那這個是符合老公的 所謂的戰略利益 那什麼是台灣的戰略意義 我們到底要不要接 當他出招 我們要怎麼接招 我們來看看 台灣內部如何看待 中國國防部釋出的 撤淡的這個說法 吳敦義吳院長他說 一個中國想都別想 不可能 他特別用台語 他講不可能同意的 沒辦法同意 大陸要尊重中華民國 主權屹立不搖的事實 換句話說沒得談 國防部台灣的國防部講說 對台導彈多屬機動性 所以你談純粹說 要移飛彈部署 沒有太大實質的軍事意義 陸委會講說 放棄對台武力威脅 才能夠建立和平互信 然後國防部立委 率化名率將軍 他是講說 台灣其實沒什麼實力 去跟人家什麼 撤除武器清單這一回事 沒有實力 沒有籌碼去跟老公邀協 然後民進黨的 立院黨團總召柯建民他說 如果有一種 什麼都不用說 你只要有這個一種這幾例 什麼都不用說 民進黨立委 黃偉哲他反而是說 台灣關心兩岸和平協議 跟撤飛彈 能夠展開持續的 這種正面的態度 應該是好事 而且發球權跟主動權 應該台灣要掌握住 我就想問 當老共出招 台灣到底要不要接招 該怎麼接招 我想這個 這個也涉及到我們的戰略問題 因為馬總統在2008年520上台之後 他強調不懂不獨不維持現狀 沒錯 那麼他的主軸是在於說 兩岸要透過經濟的交往 漸漸的讓兩岸的生活水平拉一樣 然後讓台灣的自由民主價值 去改變中國大陸 所以他有某種程度是一種經濟同位的思考 所以他這種維持現狀 那麼就我們的角度來看的話 是用時間來換取空間 讓大陸改變 但是這兩年 中國大陸有很多的解放軍的學者專家 在研究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們認為說 馬英總總統是在強調和平分裂 他認為他是要爭取時間 讓兩岸的現場維持 那兩岸的現場維持就是分裂 所以他們對馬總統的某些看法 他們是在懷的態度 所以加州統統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他們提這樣一個軍事附近機制當中 提所謂的測試飛彈 或其他的軍事部署的問題 一方面是測試 那麼馬總統這邊 國安會這邊的思考 那是不是要討論這個議題 那麼如果不討論的話 那表示說你只是在拖延時間 所以我覺得加州統統的問題下 我們要思考這個議題的時候 一定要跳脫 在一個中國原則底下的一個思考 我所謂的一個中國原則底下是說 北京所設定的一個中國原則底下 在考慮問題 而是如果馬總統能夠從一個 憲法一中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 那當然是不一樣 我們就一直跟他講說 憲法一中九二公司這樣子 對 那也就是說 必須要在戰略上面 以台灣為主體的一個安全思維 那麼循序漸進來推動 符合國際關係的軍事附近工作 而不是說是一個中國架構底下的 所謂的國共分裂 所謂的黨軍的關係的一個 軍事安全附近其實的問題 這是不是 那第二個 當然在這個戰術層面上面 事實上國王部從2008年開始 每兩年的國王報告書裡面 就已經提到 我們跟中國之間的軍事附近 要怎麼做 海峽中線原則 避免碰撞原則 事實上 這相關的一個機制 都已經準備好了 那問題在於說 我們是不是能夠 在這種狀況底下 來把我們的想法提出來 來進行這樣的工作 那換言之 戰略上要守住 以台灣為主體的思維 那戰術上要靈活營友 來跟他談 那麼他拋車子飛彈 那我們就不需要了解他說 如果他哪天跟我們講說 我車子飛彈 那台灣呢 你要做什麼 那我們要 你要拿什麼來換 對 因為這種軍事東西 絕對不像經濟上 有什麼浪力問題 是是是 那老師我現在有一個疑問 就是剛剛黃介正 黃老師在那個新聞裡面 也講得很清楚 兩岸呢 其實是相當程度的一個默契 是先經後正 先談經濟問題 政治問題擺到後面 那這一次 中國的國防部發言人 他講說可以撤飛彈 但是呢 你要先承認一中原則 然後雙方的軍事互信機制 就可以開始來談 會不會就是老共跟馬總統 要來跟他攤牌 因為他很擔心 剛剛翁老師所說的 馬總統其實是一個 和平分裂的一個戰略 換句話說 如果這時候台灣不接 老共會不會就認為 馬總統在簽了ECPA之後 就是先經不正 政治他就不談了 會不會是一個 攤牌的一個手法 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們再來好好談一下 台灣跟中國在軍事上 在政治上 究竟雙方的戰略是如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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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